鑽石山那件事两条人命就没有了 大家又很关注精神病人 究竟对公众构成有多大的威胁呢? 这件事其实真的不是新鲜事 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开始懂得听新闻 听过袁州村又是有一个精神病人 走到幼稚园用刀杀了很多小孩 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很多呢? 或者是否越来越多呢? 我没有数据也很难去判断是否真的越来越多 究竟精神病这件事是否真的令到一个人 很容易就会无端端到处斩人到处杀人呢? 我们知道的数据 最常见会杀人的就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主要杀人的原理是因为他有幻觉 通常是幻听 通常就不是看到幻觉的 不是说我看到什么 主要就是听到一些声音 如果你有接触过这些病人的话 很多时候他就会告诉你 我听到有个声音叫我做什么 我听到有个声音叫我去杀人 那我就去杀人了 如果真的有些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之后 判的时候 因为都是说他受精神病影响 所以判他去治疗 很多时候大家都很哗然 就觉得 哇 什么这么仪欺的 就是说 杀了几多个人都没有罪 判入精神病院 那真的不应该了 很多人就会觉得 应该精神病人的管制 就要更加紧一些 尤其是有危险的人 应该在院舍那里住 就不应该放他出来 当大家都是这样说的时候 就会有另外一堆人跳出来 通常就是一些activist 就是说有一堆人就会跳出来 就说 不能够这样类布他们 不能够将他们 标签化他们 标签化他们 只会令他们更加差 就会告诉他们 那那那那 其实大部分的精神病 都不是有暴力倾向的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这些人通常是拿了个光环 在左派当道的社会 不少这样的人 那你说他有没有道理呢 他有多少道理的 精神分裂症 如果真的有杀人的倾向 那精神分裂最多 那其他的精神病 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些情绪病 比如抑郁症 或者躁狂症 那这些 那这些事情 或者紧张 那这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会容易杀人呢 其实就不特别 就是高风险 那些左翼的思想 因为太过流行 就是太过害怕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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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有不少的运动 或者一些activist 就是说 那些人真的有精神分裂的那些病症 就不能够轻易地 类似他 给一些压力 那些医疗机构 全线医生 做这个诊断的时候 就会受到一些压力 那都听过有一些case 就是说 全线医生 想要诊断那个人 那就是有这个精神分裂 但是呢 又因为受到一些压力 就不太敢做这个这样的诊断 那如果你不承认有问题 那其实就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真的有病症 你不肯去做一个诊断的话 基本上 也都阻碍了他得到合适的治疗 最终是真的会造成悲剧的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并不是黑和白 就不是这么表面看的 那么简单 就是说大家要知道 就说这些杀人的精神病的人身上 其实很多人都有些其他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有一个背景 比如说有些时候是一些 child abuse 比如小时候被家暴 性暴力 或者是破碎家庭 那再加上那些 substance abuse 就是说 可能自己有食药的习惯 恐怕老子是炒了一碟 那就是说 如果你有了这些 比如你有用药的习惯 你有家暴的习惯 以前有的暴力经 就算你什么精神病也好 就算你什么精神病也好 就算你情绪病也好 没有这个精神分裂 都是比较高风险 会杀人的 早几年我拍过一条片 我就看完小丑那部电影之后拍的 就说小丑究竟那种病是什么病 那里面其实有个情字 我真的记得很清楚 他需要精神病的治疗 但是他住在一些比较贫民区 贫民窟那些地方 那就是因为政府 就cut了个budget 他看开那个精神科医生 或者治疗师 就被人cut了budget 就是说 看看下 他就没得看了 那接着就说 那我怎么办 那总之没人理了 那就算了 就是说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形成的 他本身已经没什么钱 就没什么固定职业 那家庭背景又不好 那样 他又有精神病 那样 加一加在一起 跟着他需要精神病的服务 那又被人cut了 跟着又有冤无劳数 那样 那所有东西加在一起 那就会造成很多悲剧 就不只是单纯说 因为他有精神病就是这样 那我们一定要锁起他们 就不是这样就解决到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其实都挺得人害怕的 那就是意思是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比如说意外发生 那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预计不了的事情 会发生 那再加上 你现代社会 就是说 那种关系 就疏离了 就不是那么多人 真的就说 能够懂得去 怎样建立一个健康 就是有爱的家庭 然后就懂得去教育子女 让他们成为一个D神 就是一个正直的人 如果真是社会 譬如说经济差 社会整体的环境变差 那慢慢变成 就是更加弱肉强食 更加哪个拳头大 又哪个话事的话 那大家的安全感又更加少 那数珠暴力的倾向又更加明显一些 如果你的国家是政治稳定的 那经济又富裕的 那当然呢 就会有很多的资源 去投入去支持这些人 这件事呢 就真的有少少可遇 不可求 那大家如果生长 在这个社会 真的变差的话 那就是好像洪水冲来的时候 那你可以做到 就是个人可以做到多少事情呢 那我觉得呢 最终要预防这些悲剧 是很多方面的 在一个严格管控 和过度宽松 两个极端呢 都会造成悲剧的发生 我们需要两方面呢 就要坐下来谈 应该怎样一个compromise 一个妥协 怎样可以平衡到两者 将风险减到最低才是办法来的 不过当然很可惜呢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各走极端是主旋律 所以精神病人这个问题 是不容易解决的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